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了天和地 中间是一个交叉 中国古人认为天地交合才能生化万物 所以交叉在这里就代表了交合 这就涉及到《易经》中的一个思想 中国古人认为 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和元素是由五行组成的 五行就是指金木水火土 这五种元素构成了宇宙 那么演变到了金纹和转纹 符号结构没有变化 只是把它变成了一个规则的 上下一样宽的线条纹子 中间的交叉也相对规则了 但是到了利书和凯书发生了变化 利书的五是这样的 到了凯书 上下两横没有变 中间变成了一竖和一个横折 这就是现代汉语中 五字了 表示竖目五 五字在现代汉语中的应用也很广泛 比如五官 五颜六色 五谷风灯 五花八门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六这个字 这是六字的甲骨纹 他画了一个结构简单的房子的框架 上面是房顶 下面是两面墙 因为房子是由六个面构成的 包括房顶 地面 和周围的四面墙 所以古人用了一个房子六个面的形象 来代表数字六 从甲骨文到金文 变化并不是太大 只是到了转文 六字变成了这样 到了历书和楷书 变成了笔画文字 就是一点 一横 一匹 一点 这就是现代汉语中的六字了 六字同样出现在了很多词语和成语中 比如六神无主 五脏六腑 六亲不认 六六大顺 词语中的词语中 词语库 五 五彩 五官 五角星 五言诗 六 六月 星期六 第六感 五言六色 六神无主 词语 五角星 你看这是什么花呀 好像五角星 真漂亮 名字就是五角星花 应该是邻居王奶奶养的 王奶奶好会养花呀 我也想养不如去找他要一点种子 王奶奶好像出去了 等他回来再说吧 词语 五言诗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一首关于兰花的五言诗 五言诗 每句是五个字吗 你真聪明 词语 五言六色 这么多花 五言六色的 真好看 这是什么花 好香呀 是兰花 花中四君子之一 花中四君子是什么 是梅花 兰花 竹子 菊花 现在正是兰花开放的季节 太好闻了 真想把它种在家里 好了 谢谢收看 下次见